比賽是這個男子單打的部分 是土地銀行的一個內戰 那剛才介紹完許人豪之後呢 要來介紹一下李家豪這位選手 現在是十九歲 那在這個世界排名當中呢 是一百二十名 那在去年的時候呢 在這個懷卡托語球國際賽的 男子單打是打進了準決賽 那在之前呢 李家豪的父親李周萌先生呢 也是在土地銀行的語球呢 擔任管理的職位 那過去成十五度 贏得了全國排名賽的男單冠軍 那既然是這個父親來帶兒子 這個兒子的實力應該也是相當強 其實每個人都會覺得說 因為你的爸爸或是你的媽媽 是一個語球國手 所以你的在整個在語球上面的成就 應該也是一樣 因為你天生的基因 但是其實大家都忽略掉說 如果他沒有資深的努力的話 其實也不會有今天的成就 沒錯 對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就是因為都是來自土地銀行的選手 那當然在整個一個 練球的一個情況來講 其實對雙方的球路 也是比較熟悉一點 那所以今天在這場 到底是誰獲勝 其實在土地銀行這裡 應該都是非常樂見的 因為都是土地銀行 拿下男子單打冠軍的這個項目 那不過在選手的部分來講 畢竟尤其在李家豪這裡 自己是應該是有史以來 應該就是在生涯當中 是第一次闖進了 就是最有機會拿下冠軍的一刻 那所以在這場的一個賽事來講 的確如果能夠勝出的話 也讓他有更大的一個肯定 那不過這的確是要在於 選手在場上的一個領場發揮 那畢竟許仁豪也是身經百戰 所以在整個一個經驗上的 一個配球或是一些戰術上的 一個破解來講 其實也有他一定的實力 那這場的比賽就是經驗跟 這個小將體力的一個大對比 對 不過這個球 很可惜許仁豪回擊在左側的位置 是出現了扁線的界外 那在去年1月的時候 17歲的李家豪當時 也曾經來到了世界青少年 排名的第一名 這也是台灣的第一人 也是相當不簡單的一個成績 雙方球速也是打得非常快速 即便是視角做拉掉的過程當中 在這個時候李家豪找到突擊的機會 直接做一個左後方的一個 他對角的壓球 四個對角互相在進攻 許仁豪把球壓制在 李家豪的一個右後方的位置 所以也讓李家豪回球出現了邊線的界外 那麼許仁豪呢 也是這個今年第一屆的男單的第一名 那另外雅君的部分呢 則是楊芷傑 雙方因為都是來自土地銀行的選手 所以後方就是沒有教練可以做指導 那所以一切都是要看選手 只只在場上的一個應變 如果教練站在場上 應該很困難 到底要跟誰說 對 那個戰術 嗯哼 哇這幾板的底線的推球 李家豪是沒有到位 所以也讓許仁豪找到機會 手中反攻的一個回擊 不過這板的一個回球 李家豪是趕緊的調整自己一個 底線的控球的角度 所以也的確非常到位的一個位置來講 會讓許仁豪回拍的一個過程 會比較沒有辦法掌握住 自己一個角度的位置 雙方要採取往前的一個 攻守來去找機會做上拍的一個處理 可以對角 可惜了 打到了線邊界外 跳殺下來 漂亮 連續直線的一個壓制 而且是非常快速的一個回擊 所以也讓許仁豪在防守上面 來不及做反應 回擊李嘉豪第三拍沒有處理過往成功 其實喜歡打球打雨球運動的觀眾應該都知道說李嘉欣 也是我們上一屆施大運的混雙金牌 沒錯 那他也是李嘉豪的一個李嘉豪的姐姐 所以當然李嘉欣也是希望弟弟能夠有很好的一個表現 畢竟面對自己的爸爸就是自己的教練 的確也是不停的在教授他說 在面對在後方是自己的爸爸的一個情況之下 要怎麼樣把他當成教練 畢竟男生的思維跟女生的思維比較不一樣 不過在青少年他才來19歲的一個年紀 就能夠打進甲族而且他才在105年的第一次的排名賽 就晉升了甲族 那今年才107年兩年內的一個幅度 就能夠打入了甲族的前四強 甚至到現在的冠軍賽 其實可以看出來李嘉豪在整個一個實力上的一個 進步的空間非常的高 對 那尤其是在幾次的一個在國際賽事的表現 也都非常的亮眼 那其實今天這場的賽事 的確是讓他會更有重大的一個肯定 那不過今天畢竟是面對經驗老道的許仁豪的大學長 的確是必須要更花一點心力 以及在一些思維上面必須要做突破 而且經驗真的是選豪這邊比較老道 而且在平常練球的時候 也可以看得出來李嘉豪的習慣之類的 在進攻方面就相當的積極 李嘉豪加油 李嘉豪的發球現在6比10 連續幾半的一個突擊 在許仁豪這裡都能夠非常積極的一個去做一個回應 不過這個球的確是展現李嘉豪上網跟拍的一個速度 非常的快速 所以能夠在第一時間將球撥到對角線的位置 所以今天在這場如果李嘉豪想要拿下這場的冠軍賽的冠軍賽的冠軍的話 必須要提出非常多的一個穩定性 對 許仁豪這邊現在是11比7戰協的領先 我們先休息一下 超臨性 競賽組大官 十一點週三角 林毅雄 雅伯雄修 廖天晴 邱思宇 施力大同 賴紫玉 賴清輝 請之第二創地 在今天中興大學的體育館上演的是107年第二次全國語球的排名賽 目前在籃單的部分是冠軍戰由選豪來出戰李家豪 這個球李家豪非常積極地在往前做壓迫 所以也成功地把球穿越了許仁豪的防守 球是落在了底線的界內 判斷是在界外 也沒有問題順利的得分 在李家豪這邊 積極地搶攻都是在前三拍就做了分出勝負的一個關鍵點 而且直接做拉拍的一個進攻 其實這幾板的防守的角度 的確是讓許仁豪出現一些麻煩 可惜了又想要做一個起跳進攻的角度 而且這角度想要走大對角線的一個位置 也非常的好 不過很可惜沒有成功的過 對 這一個球扣得非常精準 又是左後方對角線的一個位置 今天在這幾板的一個進攻的角度來講 的確在許仁豪在瞬間的一個防守 的確在判斷上面是 比較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做判斷 又是一板進攻的機會 結果這個時候就回擊了 對 李家豪這板的回球 想要打到許仁豪的左後方的位置 但是在速度上面不到位的一個情況之下 也讓許仁豪抓到突擊進攻的一個機會 又救回來 雖然角度不是很好 不過也為自己造就了 進攻得分的一個機會 對 那在這個時候 許仁豪也是出現了拍子斷線的一個情況 現在李家豪這邊十二比十三 現在李家豪這邊十二比十三 回擊 站點之後比賽繼續來進行 在第三拍 許仁豪自己出現了反手拍被動式的一個過渡 並沒有成功的過往 雙方都是採取了一個進攻球路的一個進行 那這一板球李家欣的左前方的反手拍鋪球 是落在了界內 十四比十三 現在由李家豪來做發球 在第一局的後半段來講 李家豪這裡都是積極地來去做進攻 對 不過剛剛這第三板的下壓球 因為是剛好落在了許仁豪的反手拍近身的位置 所以也讓許仁豪在回擊的一個回球的角度 質量非常的好 不過在一局的這個上半當中 許仁豪是拿下這個領先的優勢 不過後面李家豪後來居上 現在又是十四比十四 非常積極在往前做進攻 李家豪這一板球想要稍微穩定的一個 穩穩地把他球推到底線 結果沒想到這球是落在了界外 很可惜前面幾板的一個配球 已經造就自己得分的一個關鍵 沒有掌握住 看這一板進攻 第三板 許仁豪還是非常有經驗的把球救了起來 直線的壓制 今天李家豪的進攻 的確是讓許仁豪在防守上面 尤其是在李家豪要準備得分的一個關鍵點 的確那個球殺得非常的到位 而且在第一局的後半段 反倒是許仁豪這裡都出現了一些飛壓過心的失誤 或者是在防守上的判斷 反倒是李家豪在第一局的後半段 讓自己的失誤率降低 然後比較穩扎穩打的把球 做一個一球做一球的一個 一球接一球的一個回擊 然後從中找機會來去做進攻 即便是在去做四角拉掉的時候 很可惜這一板球的高度不夠 所以也讓許仁豪抓住了直線突擊的機會 對 其實這就看得出來說年輕的選手 在一個順利封的一個場上 在去做戰術上的運用 的確因為在順風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整個一個回擊的時候 有時候拍面會去做一些收拍收力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初拍上面你的球數 也會因為這樣子的一個關係而減速 對 那當你在減速的過程當中 你面對的又是圖鷹的老大哥 許仁豪非常有經驗 所以他就能夠找機會來去做突擊 不過這板球抓住了得分的機會 而且起跳直接走對角線的一個球路上的進行 今天在做這樣起跳 再去做分球的一個情況 的確讓許仁豪在判斷上面 是受到了一些影響 漂亮的 右側起跳之後抓住了自己得分的機會 而且一起跳之後 的確也讓許仁豪沒有辦法瞬間判斷說 到底是要走直線 還是要走對角線的位置 沒錯 在初拍的角度上 在最後一刻才把這個角度也壓出來 先做滑拍的虛攻 到往前來做組織 還在找機會 不過許仁豪這裡也是積極的在做搶攻 就這一板球又突破了李家豪對角線右側的位置 非常有經驗的一球 現在許仁豪18比17 大隊角的進攻 許仁豪在這時候也是守住了進攻的一個節奏 對角扣下來 再度用這個對角球來得分 李家豪今天在比賽開始到現在為止 其實在右側起跳大對角的一個變線的一個球路 的確讓許仁豪在防守上面是吃盡了骨頭 對 比較沒有辦法 進球率是比較偏低了一點 往前球李家豪進攻 連續幾板的進攻都讓許仁豪突破 手中反攻之後 由許仁豪最後一板直線的殺球 殺在了李家豪右側的位置 連續兩次 這個李家豪的進攻都被防守掉 結果就讓許仁豪找到一個正手的一個機會 對 感覺將是從二樓扣殺下來 在這個時候關鍵時刻 許仁豪發球 失誤 這個球的確是 在這個關鍵點 自己也很無奈 對 又是大對角的一個進攻 李家豪積極的來去做對應 這個球收拍了 太可惜了 想要做一個落頭的扣球 不過在拍面上沒有掌握住 所以是球是落在了 左前方的一個邊線界外 對 楊璇好拿到了一個局點 最後一個小球 好 可惜了 場上沒有鷹眼所以沒有辦法做回波的一個系統 最後還是 裁判說落在界內 土地銀行的許仁豪 現在是以二十一比十九拿下的第一局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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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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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下了第一局 不過剛才看到最後一球 其實是李嘉豪這邊 認為有一點點爭議 對 因為認為這個球頭 似乎是在線外 不過因為在線神跟主神判斷 都是在接內 那畢竟又不是 又不是有陰眼的一個回放系統的 一個情況之下 只能就是讓裁判的 判以判決為主 對 那看看在第二局的部分 會不會經由中間的一個 中場的技術暫停 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跟改變 然後來緩和一下 剛剛最後一分的一個判定 來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情 對 畢竟是年輕的小將 那在面對這樣子一個賽事 的確誰不想要拿冠軍 沒錯 對 而且又是面對經驗豐富的許仁濤 也都在自己的學長上面 手上拿下冠軍 應該有不一樣的這個天美的想法 對 不過也剛才看到在 這個第一局的後半段 李家豪是把自己的 這個風格跟氣勢給打上來 對 那不過很可惜在追分的過程當中 還是沒有辦法在 比較幾個關鍵點的一個部分 突破許仁濤非常有驚豔的一個回擊 那不過其實在力量跟速度來說 的確是能夠展現 今天在場上的展現有他一定亮眼的一個水準 對 那當然他手上的一個失誤的一個情況 必須得趕緊掌握自己手感的穩定度 那另外在許仁濤這邊 沒有他要怎麼樣去面對李家豪現在把這個情況給打上來的一個情形 不過許仁濤本身就是一個穩定度偏高的選手 所以他在整個一個打球的一個 整個一個到位的一個情況是非常的好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賽事來講 的確要成功的突破他的一個心理層面來講是比較不容易的 對 那反倒是李家豪的確在青少年的部分 心態上面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尤其是在對戰自己在失分或者是落後 或是在追分的不同的情境之下的一個心理層面的一個應用 的確會去影響到選手在場上的一個發揮 那再加上整個場邊的一個風向 有改變的一個情況之下 是不是能夠趕緊的來去做戰術上的調整也很重要 扣殺反方向 是讓許仁濤沒有辦法做判斷 又是一板右側對角線的一個變拍的角度 其實今天李家豪這一板的進攻球路 的確是讓許仁濤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做判斷 屢屢都用這個進攻球來做得分 哇 非常漂亮喔 第三拍之後抓住了直線進攻的角度 而且球是殺得非常的扎實 其實在第一局的後半段其實 李家豪也是運用了發小球在前三拍就拿下了分數 那結果在第二局的前半段也是運用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將比數稍微做超前或是做追分的一個情況 現在許仁濤面對李家豪的這個正拍 到底是往直線還是往對角 現在這個情況上會非常的猶豫 他到底要往哪一邊去做移動 這個球也是直接壓住了許仁濤回擊的角度 運用自己身材的優勢 所以直接做一個直線點放的一個回擊 又是一板直線的進攻喔 在右側的一個回球喔 許仁濤的確在這裡防守上面是沒有辦法突破 因為他每一次的這個擊球都又快而且又準 到底是要在直線還是反拍對角線 這真的很難去做判斷 對 又是積極的搶攻喔 都是出現在發接發的一個前三拍的一個壓制 而且這幾板的一個回球都非常的積極喔 那因為有這樣子的力道跟速度 的確在許仁濤想要做一些四角拉掉 然後為自己找到一些突擊的機會 都沒有辦法去做一個成功的突破 沒錯那李家豪現在呢就以11比5暫時的領先 先休息一下 好 雪人豪面對李家豪 這個土地銀行的雙豪內部大對戰 現在李家豪是以11比5 在第二局的時候暫時來領先 那比賽要來到第二局的後半段 這個球很可惜想要再往前做對峙 李家豪這裡沒有成功的過往 加油 徐仁豪這裡在底線喔 是出現了一個判斷的小亂流 最後在落地的一個一刻想要做一個回擊 但是角度跟質量不是這麼好 對 反倒是讓李家豪到往前輕鬆的補拍得分喔 這幾半的進攻 徐仁豪殺得漂亮 有發現徐仁豪把這個戰術回擊的感覺變得比較不一樣 而且整個一個進攻的節奏也打得比較快一點 對 也讓李家豪沒有辦法用這個正手的扣殺 沒有辦法這麼的得心應手 又是做平擊不起高球的一個回擊喔 雙方往前的對峙 打得非常的快速 最後一個對角的回擊 讓選豪沒有辦法去做擊球 李家豪再度得分13比7 第二局可能是換場的一個狀況 所以整個換邊的一個情況 所以也讓李家豪能夠盡情的發揮自己手上的力道 然後來做積極的搶攻喔 剛剛做了一個反手拍發長球的一個回擊喔 不過並沒有成功調動徐仁豪的一個身體的重心啊 對 不過這個反手拍是掛在往上了 在第二局的後半段喔 可以看到選豪改變了這個之前的一個打法 讓這個李家豪的正手拍的攻擊 是沒有辦法這個事實的展現出來 哇這幾板的一個過渡喔 李家豪都是積極的壓制許人豪左後方的位置喔 對 所以也讓許人豪比較沒有辦法來去做太多角度上的回應 反手拍大對角 不過沒有成功的調動李家豪最後這一板 穩穩的回擊到右後方的位置 許人豪是將球打在場內 最後再補拍一個對角把分數給拿下來 第二局李家豪是打得非常積極喔 而且也運用自己的一個身體上的一些素質喔 所以把球速拉得非常快 對 所以讓許人豪這裡沒有太多比較好的一個回球的角度 十六比八 十六比八 哇這個球 許人豪非常Lucky的翻網而過 這手也是對李家豪示意一下喔 在防守的回擊上面喔 許人豪這邊沒有過往 許人豪這邊沒有過往 李家豪再度得分 十七比九 把 Franken van 亂 produced 好 阿 stream 往前做 對峙之後來做虛攻 李家豪這一板。左後方的滑拍對角線的位置喔 的到位 不過剛剛在場上有看到許多豪正在做一個膝蓋上的處理 稍微轉動一下自己的膝蓋 這個球敲框 所以也讓李家豪繼續的做進攻得分 抓到機會是毫不猶豫的把球給扣下去 現在李家豪是19比9 領先10分 第二局一開戰其實打得都非常的精準 而且表現非常亮眼 不過剛剛許多豪這裡出現了非壓迫性的失誤 球是落在邊線的界外 再度是一個直線的扣殺球 李家豪在這裡拿下了一個局點 加油 加油 繼續保持 下去再去 這個球 李家豪回擊邊線的界外 高潔 跳踏 動力 ь 走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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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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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倫豪自己手上出現了一個回擊的邊線界外 視角拉掉之後徐倫豪找到機會來做進攻 直線進攻突破了李家豪右側的防守 李家豪一定是積極的想要去做進攻的一個搶分 不過這一半想在第三拍再去做搶攻 沒有成功的過往 其實在第三局的部分 除了考驗體力戰以外 就是在場上的一個鬥志 尤其是在你整個樣 怎麼樣去做一個場上戰術上的應用跟變化 那畢竟年輕小將李家豪一定是 是積極的想要去做進攻的一個搶分 那不過在整個一個進攻的位置來講 的確是要小心 不要讓自己手上出現非壓迫性的失誤 對 哇這一板球進攻得非常漂亮 李家豪 再度是李家豪這一個拿手的制勝球 雖然調動了一下自己的腳步 趕緊來做回正 這球有過往 哇 有救到這還有 兩邊攻守都非常的精采 對 雖然都是翻網而過 不過最後李家豪還是穩住了正腳 這個球也是穩穩的把球過往 兩邊在往前的小球做這個對峙 最後是由李家豪拿下的這一分 連續積極的搶攻 李家豪這裡手中反攻到往前 跟拍之後再做左前方的一個對角線的一個回擊 這幾板球手中反攻非常的精采 也看得出來李家豪的一個企圖心 球勝的企圖心 不過很可惜 反手拍的過度球是落在了邊線的界外 對 那在第一局的時候也發現到李家豪自己的本身失誤會比較多一點點 那不過在第二局的時候他把進攻的這個節奏打回來 那也要來看第三局他能不能這個再把失誤再減少 那另外在許仁豪這邊當然還是這個正手拍的直擊 到底要怎麼去做這個防守 問題點還是在這邊 對 尤其是其實在整個比賽的過程當中 李家豪都是在於前三拍就去拿取分數 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他的失誤率就比較偏低一點 不過如果讓許仁豪做出了所謂的一個視角 拉掉多拍的一個進行的話 其實李家豪就比較容易出現手上飛壓迫性的失誤 連續幾板的進攻 許仁豪雖然都能夠積極的救回來 不過很可惜最後一板反手拍的一個推檔 並沒有成功的落在場內 那兩位的這個球鋒在前兩局都已經看得出來比較透徹一些了 那現在這個選豪是變成一個比較落後的一個局面 他怎麼樣去做這個把分數給綁回來呢 就是還是一樣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配球的情況 那當然在往前球的一個配球之後 他要守住李家豪的一個瞬間變拍的一個回擊 的確是他今天在防守上面碰到的一些困難點 那反倒是李家豪這裡似乎是越打越勇越打越好 那所以在整個一個分球或者一些配球的一個積極搶攻的部分 的確都能夠掌握住自己得分的關鍵 整拍 又是斜對角 對 左後方的角度的大對角的進攻 的確今天這個這樣子的一個大對角進攻的角度都非常的到位 對 所以也讓許仁豪在兩側的一個左右調動的防守 的確有時候會造就他回球的質量不夠好 就是一半雙腳起跳 的確年輕小將就是有花不完的體力 而且整個球速這個時候李家豪也是越打越順手 不過很可惜這板球在判斷上面失去了準 所以球 許仁豪是成功的落在了場內 沒有問題是落在了線上 漂亮的接球直接推向了右側底線的位置 許仁豪也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做一個判斷的移動 李家豪的發球9比5 這幾板四角的拉掉兩方 對方都是做左右兩側調動 對 最後這一板許仁豪抓到了 左側起跳落頭的一個進攻的角度 也成功地突破了李家豪的防守 李家豪這幾板球 可惜了想要繼續的連續做 左右兩側角度一個底線的一個壓迫 不過剛剛這板這個回擊 並沒有到位 反倒是讓許仁豪抓到對角線的一個壓迫 壓迫的一個位置 其實屢屢看到許仁豪在場上做進攻 都是用左右的調球 來讓李家豪的這個移動 就越來越大 加油 最後也找到機會把這一球給扣下去 往前時間差的一個回擊 這個時候李家豪想要做 第二時間差的一個回球過度 並沒有成功的過往 許仁豪這邊又把分數給追進 連續幾板的防守 看一下李家豪直線的進攻 雙方都非常有漂亮的一個攻防的一個來回 李家豪 雙腳起跳 又是一般 對 瞬間變拍的一個回擊 非常漂亮 今天李家豪在這個球路的進行都非常的到位 對 不過除了這個跳殺之外 許仁豪面對李家豪的回球 其實防守上都做得相當的好 嗯 加油加油 不過唯獨就是對這個制勝球沒折 而且今天李家豪在這個部分 其實都發揮得非常的到位 對 對 雙方都走大對角的角度來去做位移 嗯 最後這個反拍 走到了李家豪的對角 現在把比數給追平了 許仁豪這一個球破解得非常的有經驗 直接照向了李家豪的對角線 也預判精準的他做一個直線的回應 再度是讓李家豪有一個扣殺的一個機會 現在是11比10 李家豪暫時領先我們先休息一下 餘大便 今次法告 請教探 楊潤林之宇 臺電國體 光一婷 楊潤林之宇 扶宣首集合区 ! 似宣首集合区 敬賽總報告 十一點三十分散仇 女藝雙 臺灣體大 劉慈欣 勇達張師 羅佩慈 勢力大陸 王信宇 陳芳竹 前置第一 場地 107年第二次全國羽球排名賽 現在土地銀行雙豪的對決 現在李家豪是以11比10暫時的領先 這是第三局的比賽 最後的這個判斷 球是落在了界外 李家豪也是越打越積極 再往前也是盡量的為自己製造進攻的機會 大隊角的進攻 很可惜自己殺上網跟進的一個回擊 很可惜沒有成功的過往 對 那這幾半的防守左右兩側的一個調動 徐倫豪都是跟排跟得非常的積極 那畢竟是雙方都各贏一局的一個情況之下 當然在第三局的部分 而且在比數也比較接近的一個情況之下 就是考驗著雙方在場上 臨場應變的一個情形來去做一個對戰 對 我剛才也看到李家豪又出現了一個失誤 現在十二比十二 有救到 雙方都非常積極的來去做救球 那這板球可以看得出來 許倫豪已經抓住了這進攻的節奏 雖然救得勉強 但也因為分網而過 所以也讓李家豪在跟拍的過程當中 也沒有辦法成功的過網 對 兩邊都積極的去救球 不過最後李家豪的舊的揮擊 是沒有過往的 對 比較可惜的一些 不過許倫豪在這一拍 也抓住了這個跳殺的角度跟位置 許倫豪現在十三比十二 跳殺 這球就沒有辦法了 再往前 再往前做球 瞬間的變拍 李家豪這個球回得漂亮 瞬間的變拍 將球壓制在許倫豪右側的角度 的確成功的調動了許倫豪的重心 的確成功的調動了許倫豪的重心 回球的一個失誤 許倫豪在第三局的後半段 似乎在失誤上面稍微偏高了一點 沒錯 補拍最後協大對角 這一球有進 可以看出來李家豪在進攻殺上網的一個 腳步的一個腳程來講 非常的快速直接做跟拍的動作 來去做壓球 的確給的角度也非常的大 對 這一個回擊的被動式的對角線 很可惜 剛剛前一拍大對角線的過度回球 稍微調動了許倫豪的一個 一味的重心 但最後這一板的直線球 並沒有成功的過往 那在關鍵時刻的確 青少年的一個心態上面 的確是非常重要的 直接殺下來 又是成功的落在場內 對 今天李家豪在後場底線進攻 整個一個殺球的角度 及力道都非常的到位 扣殺有救到 對 李家豪還是決定走對角線的一個球路來進行 許倫豪的機會 這時候許倫豪竟然是採取了回長球的一個打法 來去做四角拉掉的一個過程 這幾板的來回 都有精采的一個回擊 沒錯 這一板打得相當的長 不過在最後李家豪的一個非說破心失誤 想要做切球的一個回應 並沒有成功的過往 畢竟賽事進行到第三局 的確即便是年輕小將 還是會在體能上也是會有受到一些影響 沒錯 那加上冠軍賽的一個強度來講 的確是非常的大 那又面對是 來自同隊的學長 所以在整個一個配球的一個 就是打法上面也都比較熟悉 那所以會有多拍的來回 其實也不意外 對 所以的確是要在來回的過程當中 守住自己手上的穩定性 這時候積極的搶攻 兩邊都是 手中反攻之後 還是讓許仁豪手上主控 這一個回球的角度 想要接球也來不及了 對 這個時候李家豪打得非常的聰明 一樣走對角線 但是稍微將角度稍微做了一些 比較稍微高度一點的一個回擊 所以也讓許仁豪要做一個起跳的一個 這個擊球點是受到了影響 對 在第三局的後半段 屢屢看到李家豪的回擊 都壓在了這個最後面的一個邊線位置 而且都打得相當的精準 18比15 又是往前球為自己製造進攻的機會 就起來 再做一半 積極的做底線的壓制 是 許仁豪手中反攻 由許仁豪來進攻 不過還是沒有辦法找機會突破 掉一個小的 斜對角 滑拍進攻 不過許仁豪也是瞬間的趕緊來去做電話 這個球就回去了 對 李家豪想要上網去做接擊 對 可是這時候 許仁豪是聰明的把球回到了 對角線左後方的位置 遠遠的越過了李家豪的身高 沒錯 已經有第一次的經驗了 許仁豪不會再讓這個機會 讓出現到第二次 看到剛才這個球 這個想要上網的李家豪 沒有把這個球接到手 感覺自己的感覺相當的可惜 畢竟在整個一個連續進攻 都非常的有角度 那不過許仁豪在第三局的後半段 也是積極地再去做 做防守 對 而且也積極地做 手中反攻的一個追分 這個過渡球 這個過渡球 許仁豪是毀得稍微高了一點 李家豪到往前來做補拍的動作 不過這個時候底線出現了界外 李家豪也稍微 提出了一點抗議 不過 裁判還是判定 把分數讓給許仁豪 在這後方李家豪 的確在年輕人的手上來講 的確是要非常扎實地回應 而且這一半連續進攻的沙上網 沙上網不停地重複兩次之後 第三版還是穩住了自己進攻的機會 沒錯 再把分數給拉開 現在19比17 在後半段也看到許仁豪把這個體力 完全地釋放開來 完全地來做進攻 就剩最後一場了 對 非常漂亮的左後方的大對角的進攻 的確今天李家豪在做進攻的角度來講 今天是非常的到位 沒錯 從第一局雖然是平平的一些失誤 但是在第二局跟第三局後半段來講 都是有做改正的一個地方 李家豪拿到一個曬末點 又是積極地搶攻 最後的這一個回球 球是落在界內 想說球會不會飄到後場界外 不過憲審是直接判定了界內的一個手勢 學恩豪還有三分要追 另外李家豪現在是一個賽末點 兩側左右的一個進攻 看一下 最後的扣殺下來 最後是在界內 李家豪最後用一個扣殺 只是落在界內的 最後是以二十一比十八 後面是贏下了兩局 把這場比賽給拿下來 最後年輕的小將李家豪 在男子單打的部分 是拿下了冠軍 真的相當的不簡單 在這平平在做進攻的一個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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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